大家好,我现在是位于太原市阳曲县侯乡村的青龙古镇 因为我是从太原开车过来走的是阳心大道 所以说呢,下来以后直接停到了一号停车场 那一号停车场这个大门呢,不是青龙古镇主要景区的那个大门 从这个大门进去呢,它首先是外围开发出来的一条明义街,明义村 我今天呢,是第二次来到这个青龙古镇 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几年前带孩子来玩 就是走马观花也没有什么印象 那今天再来呢,确实慢慢感受细细品味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导览图右上角的这个一号停车场 然后呢,沿着这个明义村呢,一直往左边走 走到这个灰色粉色密集的这块地方呢 它就是青龙古镇的一个主要区域核心景点 看网上有评论说呢,青龙古镇呢,好多都是新建的房古建筑 没错,这里确实呢,是在原址上新修建的 真正的古建筑呢,不是很多 在古建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没有太大的历史价值 但是呢,喜欢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杨曲县呢,历来就是一个军事要道,兵家必争之地 那来青龙古镇这个地方呢,我们主要看的是什么呀 看的是它的历史背景和典故 我看到这儿有一家火源粮粉,我进去休息一会儿 现在已经中午一点多了,进了青龙古镇呢 吃个火源粮粉啊 要一点 说到青龙古镇呢,还要从明代说起 明永乐年间,这里呢,原来叫金薅嘴 在距金薅嘴两公里处呢,有一个王家庄 王家呢,有一位生意能手,是样样精通 他当时所开的店铺呢,是具有一定的规模 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王家呢,后来又看中了 处于交通要道的金薅嘴 觉得呢,他是商业发展的风水宝地 于是呢,王家便在金薅嘴呢,大肆的购房买地 修建店铺 从此呢,王家更是生意兴隆,红红火火 到了清代,王家向朝廷呢,捐饮百万两 皇帝心生满意,赐了一面青龙旗 和一块百万绳中的匾额,示意满汉一家 从此呢,金薅嘴更名为青龙镇 那为什么赐的匾额叫百万绳中呢? 因为呀,当时捐款的这个人呢,就叫王绳中 这里呢,叫文昌阁 这座建筑呢,是清代的时候,修建起来的 我现在呢,就走到了千佛阁 整个青龙镇的建筑群呢,是仿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文,西武的构筑手法 在这里呢,是东边建了文昌阁,西边呢,建了龙王庙,龙凤城祥 这样的整体布局呢,从高空俯瞰,青龙镇呢,就像一条腾飞的巨龙 而千佛阁这个位置区域呢,就像是龙的脊梁 现在呢,我就走到了青龙古镇的这个主要的一片区域 这里呢,是巷道 这里呢,是巷道 墙上呢,主要展示的呢,是青龙古镇 从开发到建成 一系列的一些照片吧,图片 这里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之地 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巷子 当时的青龙古镇,地处太原,通往燕门关的要道 古镇旁有一条杨兴河,曾是宋代杨家将的驻地 万里茶道的兴起呢,也让这个兵家必争之地 成了著名的商贸集市 当时的青龙古镇呢,要比现在繁华的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城楼就是真武阁 也是整个青龙镇上保存最完好的 原汁原味的清代建筑 上面的门轴呢,都是当年保留下来的 真武阁里供奉的是真武大帝 又称玄天上帝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北方之神 也是道教神仙中赫赫有名的玉京尊神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